Hello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我是小黑 时隔两周后 多音宇宙主线剧情第32集第二部分终于要在明天发布了 不过就在刚刚 当我们又放出了一段有关于39集第二部分的预告视频和几张新增的预告图 让我们先来观看一遍预告视频和这几张预告图吧 随后小黑我会根据这一段预告视频和预告图进行剧情的分析 预告视频中是开启真实形态的泰坦电钻龙 他正在追击突变体01号 在第一部分的结尾 泰坦电钻人在黄金电钻人的鼓励下 成功转换了自己的真实形态 真实形态的他 首先外观上就让小黑我眼前一亮 这么多集了 第一次看到这么霸气的泰坦电钻人 哦不 现在应该叫他泰坦电钻龙 通过这段预告视频中 突变体01号落花而逃的样子来看 他已经被这实力强奔的泰坦电钻龙完全碾压了 随后泰坦电钻龙一到龙溪 吭向了突变体01号 他直接被这强大的龙溪光束击倒在了炙热的岩浆中 我估计在第二部分正片中 这个突变体01号应该是要领盒饭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几张新增的预告图 第一张是有关于泰坦电钻龙的 这我就不多分析了 这是他开启真实形态后的样子 他的两个巨大的龙翼上都能发射出超强的能量射线 破坏力和实力我就不多说了 肯定目前是泰坦中最强的 第二张图中是铅笔人和大电视人 从这张图可以大胆地推测 在即将到来的第二部分剧情中 铅笔人阵营会登场了 并且从大铅笔人手握大锤的样子来看 他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在第二部分正式剧情中 铅笔人应该会有一段战斗的戏份 不过铅笔人会与谁战斗 我推测应该是与点毒笔机器人 为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再说 第三张图就是点毒笔机器人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核心中正发射出绿色的光束 他似乎又正在进行破坏 看过前面一期有关于第39集 第二部分预告视频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 点毒笔机器人控制了反泰坦的躯体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点毒笔机器人已经背叛了联盟 所以在正式剧情中 我推测他应该会与铅笔人阵营进行战斗 好了 以上就是有关于即将到来的第39集 第二部分内容的第二期预告视频了 这也是最后一期预告视频 因为明天整片就要到来了 让我们一起搬好小板凳 拭目以待吧 点关注不迷路 点关注不迷路